不少朋友一到冬天这饭量就涨 那正是应了咱们中医的老话 叫秋收冬藏啊 其实古代人也这样 诗经有 我有止序 意欲冬 这白话说呢就是我多存点美味的菜呀 神爱就能完美的抵御冬天咯 刚好赶上这春节假期 好多朋友就没有节制了 身体一咸下来嘴咸不下来呀 东抓一把 西吃两口 您猜怎么着 撑啊 一直在吃嘴不停 顿顿吃到成的恶心 这个时候就得用我的神器大山楂丸 今天早饭吃多了 午饭吃不下 这不我就准备了这个 大山楂丸 没好使啊 根本没好使 吃了挺多 没起啥作用 果然是拯救吃成的神丹一枚呀 特别能干饭吧 这是真诚 但这里又分成偶尔一顿吃多了的顿成 和顿顿吃多了的总成 可是号称旧称神丹的大山楂丸 咱有人觉得好使 有人觉得一般呢 市面上啊 卖的大山楂丸的品牌有很多 不管是哪个品牌 它基本的药组成啊 主要这么三味药 浇山楂 浇神曲 浇麦芽 这个三味药呢 我们一般的中医处方名有一个很好听的名 叫浇三仙 这三味药啊 总体来说呢 都是属于消失导致的药 各味药 它还有它自己的特长 比如说山楂 山楂给它炒了之后 它主要针对是肉食的堆积 吃肉食多了 不好消化 用浇山楂是最好的 神曲是曲子 它是一个食物 它本身就是能够削面食 米食 吃饭吃多了 用神曲 有管肉 有管饭 麦芽啊 它是麦子 给它炒焦了 那么它是主要对于面食 所以说呢 大三杂丸呢 它是针对这种 总体的 消化不好的 那么呢 就把这个三味药放一起 以三杂来命名 大三杂丸 大三杂丸 它是针对于哪一种称称呢 炖称 就是跟朋友聚会 多吃了点 就吃这一回 吃称称称了 一顿 就吃这一顿 鸡食太多 怎么办 赶紧让它消化 吸收 排泄出去 用大三杂丸 一顿性的 这是最好的 那为啥这大三杂丸 对这个炖称的效果挺好 但是对于这个总称的 就差点意思 嗯 总称啊 说明什么呢 不是某一顿饭 特别 就吸引它 嗯 顿顿饭都吸引它 天长日久啊 胃肠道当中 这个基石过多 就有一个问题 它不消化 食物在体内 堆积时间长了 会出热的 这个时候 大三杂丸能管一部分用 助消化 但是时机发热的那些 它就不管了 这个时候 吃三杂丸 能管点事不 能管点事 能管大事不 不管大事了 它已经超越了 大三杂丸 治疗的那个范围了 难怪有人觉得 吃大三杂丸 这个就称的效果一般般 那是因为您超刚了 大三杂丸能管 那是偶尔一顿吃称 您这顿顿吃的 嗓子眼的总成 这不难为人家 大三杂丸吗